大家好啊 土工中国包子狄怎么折腾呢 其实我们这些人天天在那里喊喊喊喊 其实是担心一件事情 担心包子狄又重蹈当年毛泽东的负责 让中国饿死几千万人 那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大饥荒 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民心目中 心中最隐秘的伤痛啊 绝对没有之一啊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到底那一年那几年饿死多少人 官方的党史的数据放出来的数据三千八百万 说当时这个李先念在管经济的时候 他最后敲定的数据是九千八百万 这个新华社有一老记者叫杨继生 杨继生老师呢经过多年的调查 写了一本这个厚厚的这么厚的一本书叫墓碑 他认为当时中国是死了大概八千八百万人到九千八百万人 跟这个当时李先念 敲定的数据是差不多的 所以墓碑成为一本这个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问题的一本压轴的一本书啊 非常的有名 共产党从胡锦涛开始啊 从这个温家宝那个时代开始就想把这本书封掉 一直就没封掉 所以有一阵这个当时主管宣传的主管意识形态的是国务院的常委 中共中央的常委李长春 李长春呢 曾经这个决定要把这个杨继生老师的墓碑啊就给封掉 那杨继生呢是一个资格很老的一个新华社的记者 跟什么邓小平呢江泽民呢都很熟是吧 他是可以跟这帮中央领导可以直接打电话的 就这么一人老记者老编辑 然后呢他就说要见这个李长春 要把这个事要理论理论 说我没有撒谎没有造谣传谣啊 我说的是事实 结果呢就约不上 完了以后呢李长春就一个人就跑到这个中宣部里面去了啊 然后就要见李长春 挺有意思的 难不住就直接就冲进去了 说是 因为大家都是知道是杨老师杨继生是吧 最后就真实见到了 就当着这个很多人的面 就说你为什么要封杀我的书 我有我何错之有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为什么不让不让人说话 是不是还有还有谁比我更爱这个国家 这是真事啊 我是听杨继生老师自己亲口说的 那是毛玉师的天泽的研究所 还办的是红红火火的时候 我呢是做一个什么课题啊 我是做一个主讲人 做了一个活动 然后做完了以后中午就吃饭 一些个老人我这么一个小屁孩 也在中间他们还挺客气 我是第一次跟杨继生在一块吃饭 杨继生老师他看到我 哎呀小伙子挺有才华的嘛 挺有想法的 今天多大了啊 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啊 他说你要坚持啊 很多人做着做着就没有斗志了 没有底气了 所以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他的意思当时是告诉我说 人呐要过了50岁之后啊 才能见真章 才能见火候 我那时候才30多岁 是不是挺好的 杨继生老师当时给我说的这个话 我记忆有心啊 所以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在给自己一个鼓励啊 就是人呐一定要坚持 你自己心里认可的事情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永不放弃啊 所以我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美国的老川 他那种架势啊 那种这个是打不死的小强 我经常说我自己就是一打不死的小强 很有意思的 说这个大饥荒这个东西啊 是共产党的心病 也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永恒的伤痛 所以这个反习派啊 也不知道是哪些人是反习派啊 据说就有杨继生老师 春节期间 他们成功组织了一场大饥荒的网络的舆论啊 很多人在那里讨论 然后引起中南海的注意 据说细胞子很不很很很很反感很不舒服 发脾气 就是不准老百姓说这个话 是不是 所以还下了一个秘密命令啊 说现在香港已经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了 因为墨碑在中国墙内是不肯出版的 我买的墨碑都是盗版啊 但是盗版就是也 我看的是彻夜难眠啊 真的连续看了一个星期 他也厚了 是一本盗版书 我是搬家啊 我一开始搬到这个上海 后来又搬出来 我唯一的一本舍不得丢掉的盗版书 就是这个杨老师的墨碑 现在还在我身边 看的特别奇连续看了两个星期才看完 那简直就是 唉 说现在香港是中国的了啊 完全已经回归了嘛 细胞子下令全国包括香港在内 彻底销毁杨老师的墨碑 所以他们组织了一场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来看一看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说首先是一个人呢 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 讲她的奶奶过年嘛 大年初一开始说这个话题的 说我奶奶的母亲 哎呦这就知道 奶奶的母亲是1959年除夕的晚上 饿死的 有一次过年 她忙完家务烤火的时候就流眼泪了 我才知道她当时的遭遇就是奶奶的母亲 就是奶奶烤火时流眼泪 才知道她当时的遭遇是不是 说我老了一家更惨 她全家只剩下她一个人没有饿死 我老爷我爷爷和她哥哥都因为食道癌病故 他们都是从大饥荒中死里逃生的一代人 我希望老家信仰永远不再重复那一段惨无人道的三年 每到春节我就想起了粮食官 他是信仰的 恰好我又是在 我有一年去了信仰 我这个段子我说过的 去给那些当地的企业家 他们搞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协会 请我去给他们做讲座 我去了一趟 然后他们那里的人就带我去一棵树下 很大的一棵这个长在平原里的树 他说你信不信我这个树下面刨一会儿 最多刨十分钟就可以刨到人家 人的骨头 我说我不信 然后他们真的就拿了一把敲击在里 跑一会儿不到十分钟 就挖出一根白骨 吓死本宝宝 真的是 那河南信仰 当年全国饿死人的三大地方 一个是河南信仰 一个是北京的大新 还有一个是成都的郊区的一个什么地方 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个话题就吵起来 不是就混运起来 说有人说 那三年河南的信仰是最惨的地方之一 那三年到处都饿死人 四川也是重灾区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愿悲剧不再重演 这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这是人祸 粉饰太平不得善终 还有人说 1960年我们邻居家一个三岁的小孩 在集体食堂拧了一个窝窝头 出来就被一个大人抢走 这个孩子第二天就被饿死了 他父母前几天刚刚被饿死 他大哥被远嫁包头的姐姐接走才活下来 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有四个傻儿子 现在也不行了 非常的惨 是不是 真的 说信仰永远是不少中国人看不见的一块伤疤 信仰这个地方真的是 说现在他们成绩就骂 说像司马夹头 是不是 司马南 说粉饰太平 不断美化那一段悲惨的历史 还有人说 本来就是靠着农民夺取来的天下 谁曾想到农民成了最惨的一拨人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东西我是说过的 中国的农民 我是一农民农村出生的 我长期为中国的农民的权利和迁徙说话 我写文章是有经济学的底子的 我为中国的农民说话 我并没有为中国农民的其他的事情说话 我就是为中国农民两件事情 一个是农民的土地产权 这是农民农民的权利 个人权利 一个农民如果连一块地都没有 你就是一个奴隶 就是奴隶 就是一个狗 连狗都不如狗还有一个绳子 是不是 第二就是为农民的自由迁徙说话 就这么两个东西 自由迁徙 土地产权 都是标准意义上的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农民干了一件最缺德的事情 中国农民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你仔细想想这句话 它破坏的是中国社会数以千年传承下来的地契制度 是吧 地契地契就是土地 是某一个家里的 它有契约的 盘古开天地开始 中国的农民都知道我这块地契有在手上 这块地就是我的私有财产 是不是 只有到了共产党的手上 这个中国流传几千年的地契制度才被破坏掉 谁破坏掉的呀 他妈的是共产党忽悠中国的农民 把自己的地契文明给破坏掉的呀 所以说我说中国的农民是造报应造的最厉害的一群人 你一群农民你怎么能够打土豪分田地呢 你怎么能动不动抢人家的地契呢 抢人家的土地的私有财产呢 你不是自己自别坟墓吗 所以有时候有的时候说话呀 很多中国人听不进去 觉得我们说话难听刻薄 中国人过上今天的不自由的生活 过上今天的奴隶的诸葛不如的生活 是自找的 是不是没有中国人民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 共产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人民就没有共产党 然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应该这么讲的 你说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农民的例子 到现在中国的农民都没有土地产权 都叫年产承包责任制 叫宅基地 凭什么他骂的中国的这个什么城市里的人 你买一个房子有70年的产权 凭什么中国农民的房子就没有70年的产权 就是小产权 凭什么你跟我说看看 没有道理可讲啊 所以我说中国的农民是最惨的 我跟我的所有的认识的农村里的孩子 我都这么说的 我说你一定要穷尽你全部的力量 用你的生命的做最后的赌注 要逃离农村 因为农村人你真的没有任何发财的机会 因为没有土地产权 人的收入就靠两点 一个是靠土地的私有产权 第二呢就是靠你的工资 所以你没有土地产权 你只能靠你的工资 而你的工资就是你去打工呗 你打工能打工多少钱呢 是不是你想想我这些年 为什么我现在的日子过得还可以 因为我他妈的我卖了好几套房子呀 我赚的钱了呀 就这么简单啊 我如果待在乡下 我哪有机会在城里买房子 我哪有机会赚到这个所谓的财产性收入 哎呀 为什么农民这么穷呢 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饿肚子首先饿死的是农民呢 哎呀 真是说多了都是累啊 所以我 所以我觉得啊 我听他们讲的说这个 反习派春节期间成功走证的 一场大饥荒的网络舆论 习包子发脾气 要整肃这个舆论 要销毁这个 从香港的源头开始销毁墨碑这本书 真的气得我是又跳脚啊 真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中共的问题 一定要看到最基础的问题 这个土地产权就是个基础的问题 饥荒问题就是个基础的问题 我最担心细胞子怎么搞下去啊 又饿死几千万人上亿的人 那样就更惨了 哎呀 希望我们这些个人的话呀 不要成为事实 因为饿死人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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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